就是Dolls 我不知道是不是Java在設計的時候 是不是用這種做想法 但是如果你搬出去的話 得到自由 可是你可能會失去很多的錢 所以搬出去之後的話呢 你就不會有Dolls這個符號 這樣寄會比較好寄 這只是觀念 如果將來各位在考試的時候 考到這一題的話 請問內部類 這個內層類別 砍拍了之後會產生哪一個 哪樣的檔案 它裡面有可能選擇題 那可能其中會有一個Dolls 或者是H或什麼的 你就是看到Dolls就對了 就選那個就對了 OK 那這邊的話大概是這樣的結構 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地方還有一些重點 就是說 潮上類別的內層類別 是外層類別的零件 基本上用零件來敘述 那也就是其中一部分 所以不能擁有宣告Status 所以特別重要 內層類別不能宣告成Status 而且只能夠在外層類別的物件存取範圍 內層這個類別才會存在 然後其他的話就是說 外層類別物件 變數來存取內層物件 我們直接用MAN的方法 建定內層類別的物件的指定的成員變數 也就是我們可以在MAN裡面也可以指定內層類別的一些相關的物件的成員變數值 那等一下我們會用範例的方式讓大家瞭解 那這個是一個範例 我們來看一下 那內層類別 直接來看一下這個Sample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第一個 9-1-1這裡面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先建立Order的一個外層類別 那這外層類別裡面的話 有一個OrderLumber 就是String 然後呢另外有一個OrderStatus 這個地方的話呢 這個Status的這一個 宣告一個OrderStatus 這個地方的話呢 其實這個就是建立一個 宣告一個OrderStatus 這個是內層內層